早安 我是张庆林 清晨六点钟 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们用十分钟时间快速来了解 台湾今天的日报重点 在YouTube上面直播已经开始了 我们拜托收看影片的朋友 帮我们把您看到的影片 分享 留言 按赞 还有请记得要订阅中广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今天报纸 我们先从丝烟案来看 这些今天报纸的这个头版当中 这焦点非常的多 在自由时报 还有在联合报头版当中 都有撕烟的这个后续 到底撕烟是谁下定的呢 检方昨天的最新动作 他们在特勤交出了20人名单之后 昨天进行秘密的征讯 就是到底是谁订这些烟的 昨天有20人名单交出来之后 先以证人的身份来传讯这20个人 李二豹则是谈到了陈局 那么在各方关注 检调的这个加速侦办撕烟案的这个时候 在案发之后 一直都没有露面 已经过了八天之后 被质疑说应该要负起政治责任的 总统府秘书长陈局 终于在昨天首度的受访了 他说自己不是一个会逃避责任的人 如果有任何我的责任 我是不会逃避的 我是会来承担的 好 初不了解 现在在撕烟案部分 物证都已经巩固了 这个星期会针对人证展开大规模的约谈 而办案人员说这个星期是相当关键的一周 好 在昨天有20人名单先出来被约寻之后 今天打算要约谈华航的高层 查明在高层方面是否有包庇 好 在联合报道内也提到说 现在除了在押的张恒家以及吴宗宪 这两名少校之外 现在根据了解 检调觉得背后还不止一名高人涉案 现在已经锁定了特定对象了 另外检调也将约谈 厘清有没有什么上面的长官授意下属 来帮忙走私 中文时报也直接提到说 国安高层是否有涉入其中 并且说在团购之前 吴宗宪他们曾经向长官报告 从犯罪的分工来看 整个共犯结构是相当的复杂的 有检调系统的人员就说 弥漫着浓浓的政治味 政治味的部分还包括了一些 政治人物的谈话 像是林佳龙 交通部长他昨天说 从华航所公布的撕烟的 这些过去专机在撕烟的资料来看 他说有个关键的时间点 就是2014年 那个是马英九的 在任内期间 说马英九的新一专案 那个时候 这烟的数量是破千条 所以林佳龙觉得说 那个时候就破千条 所以他觉得 那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对于这个说法 马英九办公室方面 则是说 这是林佳龙方面 是不是其实是转移焦点了呢 好 那么在资金案方面 当然今天呢 还会有进一步的约谈行动 好 另外看到一个新闻焦点 是在联合报的头版 旺报的头版当中 都看到的是港澳办 昨天对于香港的最近事件 所发布的一些最新的说法 大陆国务院的港澳事务办公室 昨天首度就香港问题表态 表达北京的立场 港澳办的犯人 是以四个坚持来力挺香港特首 林郑月娥跟香港的警方的执法 他强调北京将继续坚持 一国两制方针 而一国呢 使根本挑战北京当局的威权等 三条底线是绝对不能够触碰的 什么是三条底线呢 就包括绝对不能够允许任何危害 国家主权安全 绝对不能够允许挑战 中央权力跟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的威权 绝对不能够允许利用香港 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一个活动 好 昨天这个港澳办呢 他们做的这个说明 因为是在香港的战中 反送中事件之后呢 他们的一个首度说明 所以当然昨天发言人出来之后呢 大家也高度的关注 到底会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那么就今天联合报的内容 也提到说 这港澳办事旧曲新唱 藏了有五个玄机 那么香港其实是一本相当难读的书 北京不让林郑月娥下台 香港警方强力镇压 理性示威者的上阵 还有所谓香港的不合作运动 现在已经开始了 这都是香港接下来 我们要观察的一些重点 旺报今天的头半头条是 香港抗争由港人来解决 北京方面定调说 这是少数人的暴力活动 并且强调说国家主权是 绝对不容许挑战的 希望能够寄望于香港人的自觉 好 这是旺报的一个角度 都是看到自由时报呢 今天在这内容当中 提到说香港的民间这边的几个动作 包括今天上午 香港的交通可能会瘫痪 好 那么这个角度 在联合报跟自由时报都有提到 今天上午的七点半中 说在香港这边有大巴士的驾驶 还有些自小客车的驾驶 他们要发起慢速来驾驶的一个情形 那么可能使得在上半见封时间 香港这边的交通受到影响 另外还有香港的港铁 超过千名的列车长 发起连数 他们在今天要罢工 那么现在呢 这全港大塞车行动 在今天会发生了 就是要抗议港铁当局 对于当初元朗战的攻击事件的处理方式 不过港铁工会已经表态说 他们不会参与 希望能够坚守岗位 好 今天这个香港的交通情况呢 可能有些朋友呢 也担心说交通会受到影响 昨天晚上就已经提前到香港去了 另外自由时报谈到说 香港的公务员也会有动作 在八月二号 他们要上街去 说要挺民众 香港公务员也要这个反送中 今天在自由时报的头版 还有内页当中提到的是 王永庆算已经过世的长的时间了 但是豪门恩怨 说王永庆的海外 还有百亿元的资产或遗产吗 向王文阳是告说 他的手足有侵占的情况 其实王文阳的态度 他非常的坚决 他说如果继承财产的话 他全部都会捐出来 他要的只是一个真相 他说打官司并非是为了争财产 只是想知道说 境外基金成立的原委跟目的 不过到底这个海外的官司 现在还在审理当中 这海外的钱到底算是资产 还是算是王永庆的遗产呢 在王永庆已经过世超过十年了 这个纷争现在还在继续下去 好 在政治焦点方面 联合报今天也有 国民党昨天的中平会 那么之前吴敦毅在全代会这边宣示 国民党要立拼明年的重返执政 昨天在中平会的时候 他更是加码 在立委的席次方面 说明年的立委选举 国民党要加高目标了 希望能够突破2008年 泛兰超过86席这样的一个纪录 希望能够全面执政 不过昨天其实大家还关注到了中平委赵首博的一个谈话 今天在联合报还有自由时报 今天自由时报是做的比较大 说国民党的中平会当中赵首博开炮 好 赵首博昨天他怎么说呢 他说希望韩国瑜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 拉的总统候选人了 希望韩国瑜对国政能够多多的来做一些功课 不能够只是韩韩口号而已 那么张首博呢更是提议说韩国瑜是不是能够宣誓不喝酒 并且问他说借酒有这么困难吗 好 王浅秋呢 高雄新闻局这边其实昨天也马上做出回应 说韩国瑜在上任之后就没有罪过 大家不用太担心 其实王浅秋他说呢 这韩市长就任就没有喝酒过量的问题了 谢谢大家 这部分呢市长一定是会非常的注意跟谨慎的 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好 另外一个口水战役 是苏贞昌跟韩国瑜之间了 因为苏奎昨天其实说韩国瑜 有些说话还听起来蛮酸的 比如说他说呢 就连蚊子都管不好 还想守护中华民国吗 他甚至建议韩国瑜还是专心 把高雄的登革热疫情给降低 好好的做好市政了 他也虽然这个韩国瑜当初去见这个 呃厄守林郑月娥的时候 香港这边说呢 这个沙发都不敢坐满 只敢坐在椅子的前面 就是政经为坐的意思 韩国瑜怎么回应呢 他说你苏贞昌以行政院长之尊 所有的谈话应该要有一定的高度跟格调 他也希望你苏院长能够专心推动政务 难道你的身份现在已经变成了竞选总干事了吗 好 除了在政治方面的焦点 我们看看民调的数据 在今天其实有看到不一样的民调 在民调在撕烟案之后呢 这蔡英文的民调其实并没有出现什么样的大幅崩跌的一个情形 那么是有小调 但是没有跌的崩的非常严重 在这个有媒体的民调当中呢 韩国瑜还是领先蔡英文 但领先2.4% 这是在蓝绿对决的情况之下 如果是萨卡多的情况呢 现在韩国瑜还是领先蔡英文 第三是柯文哲 那么同时间用美丽到电子报 他们的另外一个民调 他们的民调数据是蔡英文的民调是碾压韩国瑜的 但不同的这媒体做出来的不同的民调结果 好 今天在中时报的头版当中 则提到说在这个高雄的七报事件 其实已经要满五周年了 但是呢 现在这善款的运用出现一个重大的发现 就是高雄市议会专案调查小组说呢 高雄市府本来就有求偿救助金的审查会 而且已经开了46次会了 那么请了律师花了多少钱呢 6000多万元的律师费用 带为求偿所编的律师费 就律师做的工作呢 只要是把这个我们开会之后的这个数目 加加加加法把它加起来 这个救助金就可以了 律师其实功能并不大 所以现在决定说要用徒利罪嫌来移送 减调侦办 看看说这个律师费是不是白花了呢 还有就是说在这个高雄七报事件 求援兼裁判 在绿营这边的这个官员 官位是越做越大了 两大财经报都是公总的白皮书 这在开胖说 国内的五缺六师问题没有解决 五缺包括了说 这个缺水缺电缺工缺底缺人才 六师是政府失能社会失序 国会失职经济失调 世代失落 国家失去了总体目标 另外王文云也谈到说 核电应该要再延绎 就说希望这用电的稳定呢 不要变成一个国安危机 在美国联准会开会前夕 前联准会主席叶伦说 美国的通膨偏低应该要降息一马才对 另外今天关注的是美中的 再一回合在上海的贸易磋商 不过外界的期待其实并不高 觉得说展现个善意 应该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是张庆林 明天空中再会 拜拜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沫横飞